大家好 我是Steve Chan 陳學賢 基電工程處的工作工程師 BIM 今天我們想分享 都是基電工程處在過去這麼多年 我們做BIM 尤其是BMAM 我講一些歷史 就是2014年發展局做了一個BMAM的Working Group 基電工程處的主要範疇工作 都是在樓宇的維修、保養、操作上的 所以我們特別去看看 BIM對於樓宇操作各方面 或者Asset Management方面的好處 所以2014年我們就找了基電處的Headquarter 來做一個Trial 之後我們一路的發展 其實正正我很多時在和其他的朋友 大家分享的時候 他們都很想知道如果做一個BMAM 是需要些什麼才能做到 其實我一會講的那個進程表 大家就會知道如果想做一個BMAM的系統 或者是做一個BMAM的operation會是怎麼樣的 我們剛才講到2014年我們做Headquarter做一個試驗 之後就跟同事分享究竟這個BM加上他們裡面的Asset Information 在我們日常的工作有什麼幫助 而我們就透過有一兩年的時間 我們就開始自己去探求 自己去構建一個BMAM的系統 這個系統給我們同時可以用到一個iPad的Mobile Tablet 或者電話 它們可以到去Site的時候用了RFID 有了remote 可以看了CCTV 有些realtime information 整個模式就是我們同時覺得一個是用不到BMAM的方法 我們將這個構思在2016年的時候就拿了一個pattern 就希望這個構思不會說因為其他人有同一個想法 拿了pattern之後 而令到其他人想做這件事的時候受到阻滯 所以我們2016年拿了pattern 過程裏面你看到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就建了兩個BMAM的platform 為什麼要兩個呢?就是其實功能和一樣的 但是用兩個不同的公司去develop 就希望有一個service的diversity 而同時間我們都制定了我們第一個的 所謂BMAM的standard and guideline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是做BMAM AM的部分最重要是什麼呢? 什麼為之我們的重要的asset 比如基電柱我們的資產最重要呢 就是一些機電冷的equipment 譬如一個冷的系統 那系統裡面哪些為之最重要的 我們所謂叫major asset呢? 我們就在這個sandard guideline講清楚 裡面有什麼資料要填清楚 也都在裡面講清楚 在哪些模特兒有什麼顏色啊? colour scheme啊? 我們的lainting convention 各科片的東西都在裡面講 所以如果假設有朋友在公司想做這件事呢? 你們就要想一下去寫這個sandard guideline 就把你們所做的資產就定義清楚就可以了 去到2018年我們開始就是透過法國可以用BMAM 去做幫助手做training 也都幫助我們呢 特別在我們一些 平時不平常去到的地方 比如醫院呢 我們可以將BMAM的模特兒 好像下面一幅圖那樣 就放進去給同事可以實時看到資料之外呢 還有可以看到一個BMAM模特兒在裡面 去做一個training 去到一些平時去不到的地方 比如是一些operating theater這樣 我們100年也都開始找多些sites去試 譬如靈探天地 我們都幫我們的姊妹 department 拳務署呢 去試一下他們的pulming station 給他們appreciate一下 把BMAM模特兒 放在我們系統裡面的運作是怎樣的 同時間我們也都找了兩間醫院 天水位醫院 和兒童醫院去做這個BMAM的運作 給同事去appreciate整個運作過程 那接著呢 最近好topic呢 就在說什麼 dealtrain 其實呢 我們的見解 所謂dealtrain就是將BMAM加上一些real-time information real-time information 比如說到樓宇裡面的一些BMS系統 應該會講多一點點的 裡面可以有real-time data sensor data 我可以放在哪個模特兒給你看到 另外現在我們19年開始呢 因為有很多現有的樓宇 我們其實機器人處保養著 都超過8000個Vanues的 有些樓宇沒有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這麼大的 他們都可以透過一些我們叫IoT的sensor 即是密聯網的Center 那些我們就可以了 就拿到new-time information 而達至於我們現在開始去想著 怎樣將我們現有的樓宇去做BMAM 除了我們準備接受現在3000萬樓上的 新project的來臨之外呢 我們開始去想著將我們現有保養的樓宇 開始將它慢慢轉向一個BMAM operation system裡面 剛才講到real-time information就是BMS BMS呢 看回這個版面 大家可以看到 當我們walk through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可以有個alert的 知道它的運作是正不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的話 可能出一個紅色點 正常出一個綠色點 那個為什麼有一個紅色綠色呢 就是based on 背後就是有些real-time information 過了那個fresh hole 我就會轉顏色的 那變成同時是在那個b-model walkthrough的時候 在走的時候 就會知道哪個系統 走過的時候 知道哪個系統有些事情發生 可以下去看看那個operational status 那剛才提過 除了BMS之外呢 IoT其實就是去年開始 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發覺很幫到我們手 尤其是放在那些沒有BMS系統的流域 那個構思是怎樣的呢 我們機連署呢 因為我們可以在每一座流域的 Wooftop 裝一些Gateway 那個Gateway 跟著在每一樓層裡面 裝一些in-door的Gateway 而這些Gateway就是我們用Laura這個制式 我們可以將不同的Laura的IoT測試 就collect了一些資料 就經過Gateway就傳回去機電柱 這個收集回來 那些資料就會我們interface回到我們的BMS系統 導致譬如這個測試知道我們的temperature高了 經過Gateway 經過EMSC server 我們會回到BMS系統 展示在那個BMS系統裡面 那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擺那顆測試的real-time status 那個擺測試那裡就很flexible 因為每個測試都是battery operate的 就是用電池的 所以你們有時就是有需要做detection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貼一個測試進去 即時就可以collect到information回來 那就去interface回到BMS系統 那就很方便的 所以現在我們基本上就是 我們自己開始去構建這個網絡 這個網絡你看到我們安裝在這個大廈的天台 除了在大廈裡面的collect的information 其實大廈附近在街上面的地方 我們有些保養的地方都是在街上面的 比如紅龍燈 或者一些行人千橋上面的機殿設施 電池 我們都可以透過那些gainway collect到information回來的 因為我會分享多一點 右邊這一幅圖你會看到 BMS系統其實它要interface 我們機殿出現有那個asset management system的 另外這個asset management system interface兩個real-time information 第一個剛才我講的就是BMS 如果有效率系統就用BMS collect回來 另外一個channel就是剛才講的 如果有IoT sensor 我們就through-to-path 就interface AMS 就駁回到我們的BMM system 你會看到這個BMM system 其實駁著有兩個real-time information system 支援著它 另外每一個asset的static information 也都存在我們的系統裏面 而在這裡看到這個就是 我們如果是收回來的BMM model Expill的BMM model 我們其實要做一些手腳的 你看到這個人是一個減肥機來的 他做了減肥的工作 因為現在我們收回來的BMM model 剛才大家講到design construction beam的好處 其實BMM model對於我們做維修保障來說 有些是很healthy的 所以我們做一些減肥的工作 我們develop的tools方面去做convert 變成了進來我們的BMM model 就是輕散很多的 最後我們會講講這個 所謂asse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這個應該會講多一點點 就是讓我們落地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主要是我們自己要develop 才把整件事去比較順暢一些的 我剛才講講一點點了 IoT剛才講到這麼方便 在建築裡面我們裝不同的sensor 譬如我們在car park裝的sensor 我們在meeting room裝一些occupancy的sensor 或者廁所裝一些occupancy的sensor 其實這些呢 幫我們用IoT做到smart meeting room car park和toilet這些project的 所以除了換句話說 除了我們真的做beamAM之外 我們可以做到building裡面的beamFM 做到facility management的 這個大大幫到我們 在我們現有那些沒有BMS系統的地方 我們用IoT已經可以幫它convert到一些 變成smart了的building了 用beamFM的operations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beamAM 其實幫我們做有什麼好處呢 這裡可以record 我們可以看到static information 可以看到real-time的CCTV的影像 我們會貼一些QR code 方便我們可以到場的時候 detect到我們的asset的location 系統如果鑑了BMS real-time data 如果那個building沒有BMS 我可以鑑IoT的data 令到有些real-time data 在beam模式上映出 到我們現在的beam模式就變成一個real-time real-time就是我們看完實時的information 就是除了beam模式之外 我們experience到幫我們同事做維修保養 其實time saving是more than15%的時間的 長遠來說 BeamAM會幫助我們同事做維修保養的工作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介面就是 除了剛才的graphic code在iPad看到 在裡面workthrough之外 其實這裡大家很快會看到 我們會每一個asset 我們會看到它的minus history call回它的onm menu 如果有real-time data sensor reading是怎樣呢 那個asset code是什麼資料 所有manufacturing的data 什麼時候安裝都在一門了然的 好了 那我們有什麼mission呢 其實我們希望透過我們 剛才構建我們的beam platform 你看到剛才的buildings都smart了起來的 由普通的buildings可以做成一個 給我們做beamAM的operation 或者beamFM的operation 甚至乎我們希望將一些現有的buildings 由一個很普通我們用一些圖紙 同事到處找做維修的工作 現在希望慢慢逐步逐步 變成一個可以做beam operation的地方 希望加上GIS 令到我們將我們全港 譬如我們8000個venue保養的樓宇的資料 就在那個map上清清楚了 看清楚他們的status 譬如這裡我們headquarters 兒童醫院 天水圍 西九龍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保養的buildings 另外那些小buildings 我們都陸續可以加入來 另外剛才在街上我們有些street furniture 譬如是紅綠燈 還有一些譬如在Foodpeach上面的資料 都可以在這個GIS map上面 方便我們做管理 拿到資料回來還可以做一些資料分析的 這也是幫助我們做一些predictive maintenance 我們有一個宏願的 其實我們的GWIN 我們的IoT network 剛才說過除了serve我們自己之外 我們都可以cover到街上的facilities 其實我們現在是和各部門都開始做一些trial 就用IoT幫他們collect一些information 如果他們覺得可以的話 也可以將他們的facility 放在我們GIS的map上 變成整個政府可以做一個很好的city management 這個是我們的希望將來達到的目的 好了 講完目的之後 看到我們不停都是在2014年到現在 我們一路做一路學 將學到的東西都和其他同事 和業界的人分享的 過小時裏面我們分享的時候 剛才都講到有些什麼challenges 我們都告訴他們應該是怎樣去處理 應該都會點提式說一說 另外我們比如兩年一枚 我們都和他們說了地鐵 他們都興趣將他們的bmodel 放在我們的系統裏面試一試 看看經驗是怎樣的 我們都和他們做過這樣的trial 另外剛才也提過我們和其務處 都有做過將他們的bmodel 放在我們的系統裏面試 都有一個很好的experience的 我們除了share我們那個MEP的standard guideline 我們都最近做過一些beam object 有過千的beam objectshare在CIC 希望業界都可以用到 我們會搞一些training 給業界的同事、朋友 去知道我們究竟整個做事的過程是怎樣 都希望幫到香港走beamAM走得快些 現在說回其實做一個beam system 有什麼挑戰 剛才說到大家其實很想 我們分享完之後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可不可以free use你們的系統 其實我反而有時候勸一下他們 你們可以自己去嘗試去構建這個系統的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有些事情一定要做 你就是第一件事 但是難度分在哪裡呢 我們基電柱要interface 我們現有那個asset management system的系統 我們有我們獨特的work flow management 每間公司都有你自己獨特的asset management system 有自己的work flow 有自己剛才我們所說的 都要define清楚 什麼為之你們的major asset 所以這些東西我是幫不了你們的 我剛才說的 這個就一定要你們自己去想怎麼去做 我們自己可以分享給你們的痛點在哪裡 這些一定要處理的 又或者過程裡面怎麼去容易處理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告訴他們 你要處理自己的事情 就是要搞定 想想那個系統怎麼interface 你們的AMS system define你們的asset template 反而整件事呢 你做好整個系統 分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很決定這個系統將來 有沒有意思的 對同事 就是整個BIM AM的model 或者data 是怎樣upkeep到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最近都引入了一個 我們去establish 我們的common data environment 這裏我多說一點點 怎樣去幫我們做一個information upkeep 這個所謂CDE 我想最近大家如果做BIM 都開始聽到這個platform 是幫我們managing model和data的 我們基因署裡面當然 我們都會adopt一個CDE 是based on ISO的19650的Center去做 其實我簡單講講它的好處大了什麼呢 我們會裝一個on-premises的CDE 幫我們達到data security 這個是我們現在做的系統的 另外CDE是幫什麼呢 其實裡面會define到一些workflow 就是approval的workflow 變成了你有什麼change呢 是經過一個send approval 那就不會有人亂來搞 搞到那個data亂了 A又改了B又改的時候 根本就不知道哪個真哪個假的 這個就可以加分整件事了 所以ensure做了一個data integrity 你會聽到CDE幫到single source of truth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正正因為它的data integrity這麼好 而過程裡面這麼transparent 這個叫transparent 意思是什麼呢 有什麼改動 它是很清楚知道曾經被誰改 到一旦這樣說 曾經應該改而沒有改呢 也都知道的 所以同事呢 如果做了什麼change呢 而沒有改到那個b model裡 其實是traceable 可以有auditorial 找回哪個同事做漏事 所以可以提醒它去做正確 以後呢 就會越來越改進 於是系統自然會提升得好 這個是我們的理念 不是透過CDE幫我們做這件事 好了 那我們講了整個系統的運作 其實呢 我們現在是在做的工作 是做一個asset digitization 就是數碼化了我們的基電柱系統 不單止這個數碼化 是現在新交給我們維修保養的建築 是做了這件事 而我們都希望將這個數碼化 是做了在我們現有保養的樓宇裡面的 做這個asset digitization 其實只有四個大項目的 其實四個項目 三個剛才都講了 就是一 我們希望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有個bm-am system 先建立出來 去做一些介面 做storage interface of am system 那方面的東西 另外剛才有提過 我們有CDE 就是make sure整個過程裏面 有一個single solve of information 這件事做到 另外我們可以考慮 擺不擺放DMS IoT interface 系統裡面 剛才講到最重要的就是 有個asse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這個就是 這個系統能不能落地 就靠這件事 這件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tools 就是幫助那些contractor 譬如現在建築署做一個三千萬樓上的project contractor就需要入一些information 到它們的model 在Beam model裡面 將來就交個Beam AM model 給基電署做維修保養 我們怎麼會知道 它們的information是否正確呢 我們講一講 我們就在這個AIM這裡 我們基電署自己建立了一些tools 是facility整件事的 第一個tools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做了這個AIM的platform 我們現在有web-based和mobile application 可以在電話和電腦用都可以的 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比如剛才講的建築署交給我們那個Beam AM 就是MEP model也好 我們可以將它們的asset information extract出來 接著做一個data validation 去檢查一下它的syntax 或者format那方面 是否對我們的Beam AM系統用 因為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測試完之後 這件事要吃得在我們現有的AMS系統裡面的 另外我們基電署有一個特色的 我們堅持就是希望那些asset 我們做維生保養 希望知道每個asset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在這個Beam AM系統裡看到的 所以那個Beam AM的所謂relationship 去建立的system topology 就是透過這個系統 它們可以去建立一些relations的 就變成equipment和equipment之間的relations 可以透過這個AIM的tools 做出來 亦都是方便在這個onm documentation 都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做 亦都可以因為mobile 可以在on site做verification checking的 這個tools為什麼我說這麼重要呢 就是真是一個很落地的 亦都是可以facility整件事 由controller交給我們的model 讓我們確實是compatible 我們的Beam AM系統 那就方便我們做事的 第二個tools我們要介紹 就是剛才講過有個減肥機 減肥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design construction stage 交回來的Beam model 比較heavy的 我們有個translator過完之後 之後呢 我們就會將那個model 就會減低它的那個data volume 那方便日後呢 我們在譬如在ITES上面 你看到現在都搖得這麼舒服 就因為它減肥了 所以幫到手的 那最後我們講到呢 除了收回來的新建築之外呢 現有的建築其實呢 現在分享一點點 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問題的 現有舊有的建築呢 其實大部分呢 他們當然一定是沒有Beam model 我們是不是應該每一個舊有的建築 都起一個Beam model給它呢 需不需要呢 當你考慮到舊有的建築 它已經有一個很好的一套建築 這些Cat建築 其實Cat建築 比起Beam model 我們是會少了一些spatial的資訊 而我們最主要就是 將我們的major asset 就appear在這個建築裡面 方便同時去做searching Identify equipment location 用的 其實Cat建築都有它的好處 和目的都達到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們會compare那個cost effectiveness 我們就在想 不如將一些建築 有一個比較update的Cat drawing 我們直接 我們的Beam M system 可不可以吃到它呢 其實我們之後呢 就是enhanced我們的系統 就令到我們呢 可以不一定好像左邊的 是scan了個Beam 是做到現在好像 我們新的建築收回來這樣 有digital training這樣 其實舊的一個建築 我們系統都可以support到 吃了那個Cat drawing 都可以做到相關的動作 幫助我們的同事做維修保養的 就好像右邊這幅圖一樣 我們就叫做2D to Beam 2D to Beam 2D to Beam 就是都是我們覺得同事都會用到 而這個方案是比較便宜的 當然日後呢 可能scan to Beam 這個價錢是很便宜很快 到時候可能舊建築 照scan都不頂 到時候就所有existing building 做了BIM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我們多個option 不給同事去選擇呢 就是我們可以接受的Cat drawing 去做 放在BIM系統裡面運作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因為最近疫情關係 政府我們是希望創造多些就業的 那我們趁這個機會呢 我們都運用了一些這個時機 可以幫我們做一些工作 把我們現有的建築做些事情 我們聽聽我的同事Christy 去講講究竟是什麼事 我麻煩你可以播一播片 我們基電工程處打算開設超過1,200個臨時職位 主要協助數千個政府樓宇 當中包括40間醫院 370個市政及康諾設施 以及2,000座政府建築物進行加強基電設施的清洗 以及基電資產數碼化的工作 當中的工作就會包括 安裝這些社群辨識的標籤 記錄一些資產的資料 電子化有關的維修手冊 我們就可以這樣用社群辨識系統 去按它 就會進入了我們這個資產管理的介面 當中的介面裡面其實已經輸入了很多的資產資料 方便同時可以知道 譬如醫健的設備什麼時候保養到期 方便他們會做一些更新 另外我們也將一些維修手冊 甚至是一些檢測的報告放上這個平台 同時很簡單就可以在這個平台裡 看到這些資料 方便我們去做一個遙距監測 以及一個事故的診斷 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提升業界 基電業在資產管理的水平 而達至到我們可以有基電數碼化的新時代 謝謝你 你聽到Chris介紹 我們其實就是利用到這個機會 創造一些就業的機會 希望請一些人回來 我們請到幾百人回來 將會在接下來12月的時間 就幫我們在我們現有的保養維修樓宇 抄一些資料回來 就更新到這個模式裡面 接下來你會看到我們訓練是很豐富的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一方面要訓練我們同事 是怎樣用我們的BeamM System 去接受一些新來的Beam menu 比如建築署交來的Beam menu 我同時也要訓練業界建築署的那些承辦商 去瞭解多一些我們所謂的BeamM Standard and Guidelines 或者是怎樣用我們剛才所說的Tools 方便去做Submission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找了CIC幫忙 我們就攜手合作做了一些training course offer給業界的朋友 他可以理解清楚整件事是怎樣 所以業界理解怎樣去prepare information 給經驗署 我們同時也理解收回來的model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還有怎樣去享受到在日常運作裡面 第三種training就是剛才說補習業的時候 我們創造了就業機會 有些新的template staff 就在這裡都會接受一些training 他教他們怎樣去出去 在我們現有的那個樓宇裡面 收集一些資料 放在model裡面 希望可以放在我們系統裡面 無論你剛才說是一個cat drawing 或者是又重新建立一個beam model也好 這個全部都是training 所以接下來這一年的時間 我們是很多很多training要安排要做的 說回來 我們剛才做了這麼多 從一四年到現在 我們背後都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我們在這裡很感謝他們 他們幫我們由一個概念去建立一個beam system 過程裡面我們要考慮去由CDE 我們要落地要做AIMP 又要考慮到怎樣去減肥 將beam model去減低 我們顯示了很多問題 一一去逐步解決 我相信接下來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一起解決的 我很感謝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我們都申請了CIC 有一個certified beam manager 我們全部都拿了這個CCBM 我們希望日後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分享給大家 多謝大家今天時間 謝謝